赵子龙终于雕好了 现在要把这个大块的三材料给分解开来 为什么要分解呢 因为我又有了新的想法 具体要怎么样呢 要看石头它给不给力 现在开始 我切这一片我主要取的是什么 主要取的就是它这个红金 它这个红金是达到冰种的 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它这里有一钱过去亮亮的 接下来这里色是整个光穿下去了 现在要怎么取我这个鸵又爆炸 这一件就搞定了 让大家仔细看清楚了没有 这里有一条柳 这条柳呢它是细细的 它不是硬性的裂 就是那一种食纹一样 但是呢我还是不能容许它 好现在顺利的裂切出来 切下去色还有但是已经淡了 这个种啊 脑筋太疼了 不知道它设计什么了 太有味道了 这条色是从这里一整条 然后绕过来 下面呢就有一片黄 可以放着 我们可以再看 这个做一个手把 什么手把呢 先研究一下再切 哇这个切下去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 真的黄绿 非常的分明 现在已经很少切到这么分明的了 色有比它好的 黄有比它好的 但是大小这么均衡 你看它这里绿的这么一大块 黄的这么一大块 又这么均衡的分布在一起的 还是比较少的 这一片呢在切之前 我已经想好做什么了 所以先把外面的骨皮把它秤掉 料子呢已经切好了 这一件是最好的 但是这一件要做什么呢 太让人家头疼了 它那里有一坨色花 现在好好地再想一想 不像这一件 这一件呢 还没切的时候就想好要做这个赵子龙了 赵子龙是我最喜欢的历史人物 今天这个料子 现实中的毛病是什么 这里有一条裂 但是这条裂浅一点 这条裂深一点 还有大家注意看到没有 它打灯感觉这里很花一样 但是呢 它抛光出来它就不会 只是它的料子有点花而已 这个裂呢 其实我刚才已经有想过了 但是我还没说 我看你勾几笔我就知道了 看你在清理这些张点的时候 你就把它压成一个伤的形状 这种裂呢 它不是那种硬裂 是软裂 什么叫软裂呢 就是裂看起来软绵绵的 我们通过这个工艺 就可以把这个裂完全给遮挡住 伤嘛 什么形状都有嘛 用这个薄片把它杀深一点 把这个裂完全的把它隐藏起来 等四方一生的疾狂 Zither Harp 东风吹响战古堪墙 银枪劈开千千方向 战场恨到多少名桑 谁下一段名羊 长半纸上白马追风 一肝掌尖 一肝掌尖 做千万敌群 一荡羊 其冲都牛 为真八方 这个赵云可是山国的小鲜肉 我是最喜欢它的 这个料子呢 你看说做山到时候一线条一刹身 这个裂就没有了 这边这一条软裂 就可以全部藏掉 现在画出来你们都看不到了 准备动工吧 还记得那年银血的长江 还记得那年银血的长江 脆薄的风为谁可能阻挡 在胸前也不变痴胆中长 好骑荡阳天长小正四方 一生的疾狂 现在开脸呢 我们把这个轮廓定好了之后呢 我们基本上是用非常小 非常小的小圆球 把轮廓压出来 然后呢再用尖针 再慢慢的修 现在主要用的工具是小圆球 因为这个脸太小了 很不好开 山果小鲜肉终于雕刻好了 现在要进行抛光 抛光之前先跟大家说一下 之前担心的问题 我都说了它是一条软裂 通过这个雕刻 它就可以完全把它毙掉 我们判的是那种硬裂 整个裂穿的 像这一条 大家都看不到了 现在呢我们抛光要怎么抛呢 到时候这个脸部做磨砂 以及这个马身上的肉部 全部都磨砂 这样看起来 它的效果才会更明显 我们这件货呢 像罩银身上的盔甲 它全部都是细微的线条 还有码头上的那个码松 都是很细小的线条 一定要用小毛刷 先把它扫了 等一下扫到毛刷的时候 尽量不要去碰它 不然它会变形 现在细小的扫完之后呢 我呢习惯用这个白毛刷 因为白毛刷它比较软 它比较难亮 但是它亮起来的时候 连大面都基本上都亮了 注意了 尽量不要去碰那个小线条那里 因为大毛刷过去的 它容易变形 为什么这个罩银的脸 我都没有顶竹子呢 也没有扫线条呢 因为这个要做磨砂 这个脸 还有这个马身上的这些肉 全部要做磨砂 效果它才会出来 磨砂呢 我们有一些地方是必须要亮了 比如说马的眼睛要亮 我们就跑好的时候粘胶 不沾到喷层的沙之后呢 再来抛的时候 怕那个竹子会顶到那一些磨砂的 变亮起来就不好看了 所以有点难度 赵子龙终于雕好了 以前看三国的时候 他那七进七出 看得热血沸腾 他武功高强 终于无双 关键的还长得很帅 配我 刚刚的好 怎么样 大家觉得怎么样 够不够帅